Hello大家好,我是Rebecc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要变身Tony老师,来帮我男朋友剪头发 因为疫情呢,温哥华现在的很多理发店已经停业不开门了 然后我男朋友一直以来用的御用发廊,关业到很久 然后他们会另行通知,但是他现在头发已经爆炸到成一个大框了 于是呢我就决定牺牲小我来为他理发 这个呢当然是我的处女做 今生也没有为谁,不管是人或者是狗来理过发 所以呢整个这一周我都在YouTube啊或者是小视频中学习了很多理发的技巧 今天大展身手的机会来咯 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就快去吧 我今天准备的东西呢都是一些跟头发有关的 在我家里逃出来的一些有的没的 像是我觉得比较必要的呢就是小喷壶 这个是我在Daiso买的 然后一个大梳子 一个像这样的锯齿形的打薄的小茧子 然后就是一把剪头发的剪子就家里什么样的剪子都好 我这个应该就是剪头发的,也是Daiso买的 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推子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手没有那么厉害的话就需要这个推子 还有一个小夹子,夹头发的 大概就是这样,剩下都是一些有的没的 我觉得我们家能用得上的 那我们先开始吧 先围个桌布,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个残酿病围 很专业吧 这我都想了一种 我决定用透明胶给它贴住 紧张吗? 还看着 激动吗? 激动 好专业的样子,对吧? 你最好靠后,这样的话我后面就没有缝隙 你眼睛要不要拿掉? 有自己想要的一个发型吗? 就是原来这种 就是把它稍微收短一点是吧 它的头发呢就是上面是这边比较长的 然后这边正常是那种很短的 你瞧它现在的头发已经很长了 对,刚才那个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种密尺的梳子 因为它是需要我们用那个推子之前给它梳到头发那种很细的 我头发是那个三七分的 你头发是三七分的 好,我知道,我先不剪上面 这个上面呢,我先把它比较长的头发都给它扎起来 你弄小皮筋 弄小皮筋 人家那种,然后又整个皮筋 这个客人的头发现在已经非常的长了 要不然我没有我救你 你可以怎么办 我先感受一下 好像是这样 你少点儿腿 它少不少腿,它都坏了,怎么办 肯定是刚刚了吧,大姐 啊,大姐 我这边真剪着,真起性呢 是电池的问题吗 不是,是它卡住,它就坏了 你把里面头发清一清吧 它是里面有头发吗 完了,天天 因为这个推子的老化,它实在用了太久了 然后它现在被我给弄坏了,所以说我就没有这个了 现在一切都用我自己的技术 用剪子来剪 反正这个剪的也不是很快 咱们家条件只有这样 你正常外面的有些技师可能还不如我的这种技术 因为它这块只会用推子 就我看那个网上他们给太比剪毛 嗯,就是这样 刚刚说你弄,不是弄湿了,我让你疼 哎呀,全新的,刚装的是 我很贴心的把这个给你弄成温水 哎呀,湿头就比干头好看,它的那种 很酸 要不你撞我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耳朵怎么剪 你就被叫人了,你给我剪好 就是需要这样 给它弄很好的骨头 哎呀,你剪了我肉了,哎,不是剪了你肉了,不是剪了你肉了,不是剪了你肉了,是因为我这个不快,它拽你那个头发 待会妈还得休息一下 哎,那滑到我了,哎呀,你怎么那么矫情啊 不是,你滑到了,那个头 不是,是这块钱的尖,对啊 那也不会坏的 纯纯的没有推子,要剪 这边好像本身就要比那边长一点 不长 真的是长一点,因为要往这边分 你就给两边剪成一样短 你确定啊 是 那到时候不美观可跟我没关系 你确定要一样短吗,它本身真的是这边长啊 没事 一般剪一个难头多长时间啊 二十分钟 那我这个应该会时间长一点,他们都用推子吧 嗯 比较重点的是他们说耳朵一定要修齐会好看一点吗 你看他现在口发已经这边都长过来了 然后耳朵也是都扎耳朵了 然后就应该按在这个线 这边这样剪 这边都没通了 这样就是一个很齐的嘛 那还不齐了,就去修一下 就好很多了 最后一步了 最前面了 上面掉了呢 上面掉了呢 哇塞 哇塞 我现在给你剪的巨帅 我当然知道了 我当然当然知道了 我就把整个的给你剪短了 没有变你的形状 两边头发高了你就发现就不齐了 嗯 不是,是我后面这样看齐 这样看,从上到这就不齐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稍微给你打薄一下 就稍微让你头发有点层次感 然后 你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效果 就感觉是好像上面长一点 这样它梳背头的时候 就能给它背过去 然后旁边两边就给它修短一点 我觉得还差不多 算是百分之七十几吧 我再用刮眉刀给你去脖子上的那些碎毛 好重新,那块好疼 这边我挺出息的 怎么可能 怎么会出息呢 不,这块别给我刮了 别,不要,疼疼疼疼疼 你相信我 你试一下 你这个东西刮下来疼 不会 不会 是不是还好 你脸皮,顶脖子皮呢 你这个刮,你基本上特别咬 你这个客人事可真多 你可太烦了 马上就要剪完了 你怎么又吃头发呢 好 好,就这样吧 你这边没刮吗 嗯 没刮,每人家 你要吗 不是,我说你刮到这 你这没刮到 刮到 是不是出现了 哪有哪有啊 哪有啊 哪有啊 你要哪有纸 真没有 不是,这啥 哪有啊 被扫了风险一会儿 知道 你怎么那么矫情 感觉怎么样 可以 是不是还挺惊喜的 还不错 还不错 而且我给你解锁了一个新的发型 什么发型 就是,你看我给你弄就好 我现在给你上个那个防烫喷雾 你以后可以这样数 就是奇料 你给它背过 你这个发辣这么软 很好 你喜欢这边一点 我希望这样啊 这是我给你解锁的新发型 我希望这样啊 这是我给你解锁的新发型 显年小是不是 还挺知道自己怎么美的呢 还不错吧 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哦 给大家看看你的侧面 还有后面 就是这后面还是这样糊出来的 它其实头发是扁的 我给它做出来一个后脑烧 然后 然后后面 后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三角形过来的一个形状 然后下面好像是有一点点就是 好看 没有就刚才出了一点点消息 我觉得还不错 你觉得呢 可以 给我打多少份 10份 把129转给我 好了 这期视频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剪的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你们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也是在温哥华或者是最近理发店都没开 你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有剃毛刀 就那种推子 那肯定是最好的 那个真的很好用 但可惜我们家的坏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要这样剪 其实挺累的 也挺容易剪坏的 刚才它挺多地方 其实它看不到 都是那种一棱一棱的 所以说 希望大家成功 疫情期间在家无聊的时候 两个人可以一起玩一玩 互动一下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